今天要為大家帶的是ESL公開賽第152週韓國區 那這場是四強由SOLAR 由SOLAR對上小裕弱 那第一張地圖是裏裏外外 地圖右上藍色藍色的蟲族 是OnSiteGaming的SOLAR 那就是左下角紅色 紅色的神族是DPG戰隊的HERO 那這個小裕弱才剛拿了一個GINHAK的冠軍喔 那這場是雙方在四強碰頭 這是一場BALL 3的比賽 那小弱這場是沒有開場拉一隻攻兵去干擾蟲族開礦 那蟲族這邊是裸霜也沒有要放什麼大招的感覺 那就看前期他們雙方怎麼打了 那小弱看是應該是要直接先開礦 先開礦再BY 打人類的話會先BY再開礦 因為那個教室的製造時間有變長了 那你為了要防止死神騷擾對不對 所以會選擇先BY 那打蟲族的話 一般來說會先開礦再放下這個機械控制核心 好那BY放了以後開了27 那這邊要接下放下他的第二個水晶塔 那重圖這邊 收了這邊是裸霜之後狗屍 那瓦斯已經在踩了 好 收了這邊是選擇兩後重仙 喔!VS 那小弱這樣的話看起來可能會直接出先知 然後教室前去騷擾 因為他這個VS是比較早的 比較早放的 所以可能會用那個教室先知打一個雙線 試試看有沒有機會賺到東西喔 那從這邊也是把3GD開了 是先後重再3GD 那是他第三隻後重也按了 出了一隻追獵 這個追獵應該是要防蝗蟲偵察的 好那這邊第一隻管是出先知喔 那這樣子的話前線的教室就會跟這個先知做一個搭配喔 殺了教室也是給重組壓力 殺了兩條狗 狗速快好了 狗速快好了 是他後重有要拉出來嗎 後重現在在...喔!這個看不到 這個可能等等會用先知去開個視野把那隻王蟲先殺了 他應該是不會什麼先知往前衝 要搶什麼時間喔 因為他們那種高手對決對不對 這種...比較靠賽的選擇會少一點喔 對,你穩穩的先把那隻王蟲殺了 就一定是有賺到一點東西了 好,先知進來 打掉重胎流 好,看起來可以殺三龍 喔! 這個即時變了防空塔 所以只殺了兩隻弓兵 那小Hero這邊很快的開下自己的山基地喔 那家裡是用教室跟... 先知做防守 那這邊看他有沒有要轉那個VR 轉VR的什麼烈光球之類的 或者是小Hero比較常在打 就是大量的先知對不對 然後...加閃追 這個組合是小Hero蠻愛用的 好,再殺兩隻龍 前期這個小Hero賺翻 前前後殺了四隻龍 那...這個...收了是一直在暗弓兵 這邊補了四條狗 教室看進去有沒有機會殺到東西喔 四個飄進去...欸不行喔 這看到應該覺得毛毛的 要走了要走了 等等那個換項應該要取消 他也是撐到最後一刻才走 盡量把對方的伊化蟲拖在家裡面 好,Solar這邊好像卡了一下人口 按了三隻王蟲 生了近戰的一攻 那小Hero這邊是BF、VC都放了 所以不是走列王球那個打法 這邊是要...看起來是要走閃追的 提速狂! 喔,那我懂了 提速狂白球 他應該是要提速狂等等放VT和白球 用提速狂白球然後來守 後面再轉那個烈光球巨像這種的 這個他在那個... DreamHack的時候打重租也有這樣使用過 有用這個套路過 好,這個強行飄進去 那家裡有沒有防守 欸,你也看一下家裡發生什麼事啊 你看這三隻 喔,有有有 這邊殺了三龍 喔,殺了三龍 好,這邊的伊蛙蟲壓制 第一波是...被守住了 這邊後面還有一波 欸,好像有機會穿狗喔 好,雙方都沒有發現 喔,小柚先發現了 那,哇,這三隻 這三隻有點危險 那上面有先知 先知能量已經快被耗完了 那收了這邊 前面是打得... 很憋屈啊 每次的...每次的那個... 雙方交火都是虧的 那小柚這邊是放了VB了 提速狂再升 然後放VT等等 應該是提速狂白球一起合起來 只要六分半 這邊看他的...VB好了後 是要出巨像還是烈光球 我感覺按個...巨像...有機會 看看他怎麼走 喔,直接按烈光球了 那這樣的話就跟他在G2打的... 是一樣的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贏 我認為他最大的困難 收了...放下了... 螺旋塔 但是沒有看到他螺旋塔放哪 可能放二礦 因為剛剛那個先知從二礦過去組礦對不對 所以... 我在想那個收了可能把... 螺旋塔放在二礦後那邊 欸欸欸烈光球被包 完了完了完了 烈光球直接送 欸? 喔?這麼穩嗎? 感覺剛剛可以硬咬咬掉欸 我覺得那個烈光球剛剛應該是炸不出來 結果他... 收了...慫了 好,這邊兩隻先知切進來 現刷一波狂戰士 喔...他為什麼可以刷那麼快 這就要看我之前的那個...熱箭教學了 瞬間刷出大量狂戰士 好,這邊三礦也在推 我覺得...收了怎麼... 喔?等一下 收了的... 爆了一波蟑螂之後 這邊暗飛躺了 飛躺刷的數量沒有很多 那這邊穿狗殺了十一農 主礦那邊也被弄喔 欸!這個鋁扣 這鋁扣到3.3 主礦爆炸啦 哎呀! 主礦還在死農 欸?十二隻好看來狗應該是解決的 主礦應該有一點點兵在防守 那這樣的話... 前面這邊被...被... 這波壓制被擋住的話 這個接下來就是... Solar的節奏了 現在非常可以把那個... 神竹牽在家裡面啦 那神竹現在要... 要打的話 要嘛看就是要一波 或者是... 開四礦 那這樣的話... 如果是開四礦的話 就可能要先刷一點追裂來做... 止血了 要換家 哇...這個... 基本上是... 有點偏無敵了 沒有... 沒有... 沒有兵器 加里這邊有VS 但是沒有選擇出鳳凰喔 這邊是要... 跑起來打一波了嗎? 大量狂戰士往前壓 蟑螂蠻多的... 哇... 烈光球剛炸... 是不是烈光球炸了一波大的 喔唷唷! 狂戰士也被炸了一波大的 哇! 都死光... 剩烈光球 而且... 三發烈光球都已經用完了 好... 家裡有追獵防守 那... 飛躺也賺不到什麼東西 但是我們看這個人口 151比94 這個... SOLAR的經濟相當的好啊 72隻農民 然後... 喔唷! 烈光球沒炸到 完了完了完了 這個...這個可能要死光了 剛剛主要是... 小柚家裡的經濟被斷了 所以... 雙方這樣交換的情況下 小柚家... 小柚家... 後面有點補不太出兵啊 人口差了100 剛剛那個穿口實在太傷了 那SOLAR是... 已經... 營運好了 SOLAR就全力爆兵了 72農民 4塊滿運 要走一個... 結尾獸毒爆狗的一個組合 這個FATON已經做... 做到他... 要做的事情了 他已經把對方牽在家裡 而且逼對方爆了很多的追劣喔 那接下來就是... 用那個結尾獸跟狗毒爆來做收割 二宮很快好 欸! 毒爆的速度... 沒升! 他現在才發現... 沒升 不過不打緊 等等那個也不需要速度了 光是狗跟那個結尾獸就結束了 欸...等一下 這個烈光球有機會... 力攬狂攬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就把麥克風吃了 我還可以剪裂 我還沒有辦法... 我還要剪裂 我還沒有辦法... 我還要剪裂 三隻送你啦 我還要剪裂 那看來這波... 追劣... 再來一炸 屢... 唷... 很多很多 但是... 應該是沒辦法逆轉了 哇...這機會是兇起來連自己的狗都砸了 那現在Solar也是打雙線 正面在推的時候 那個飛躺也是進去殺一下農民 雖然說沒殺到幾隻 這一波交換感覺小Hero是賺了 但是小Hero畢竟沒試況啊 而且他的攻異都沒在補了 38農 經濟相當相當的不好 好 清一下重胎 來 等等這個毒爆滾速要好了 再一點時間喔 等等那毒爆的滾速好的 那個烈光球也很難炸了 來喔 他等會突然就Turbo起來喔 喔Turbo了 好這邊小Hero要打一個雙線 哎呀 很窮啊 真的很窮 欸 喔 炸一下 剛剛狂安士差你就拜拜了 一馬當先 發現跟在我身邊的只有烈光球 的子彈 好 烈光球好像只剩一發了 媽 剩一發 喔 可以 左邊那個炸到了 但是這裡能擋住嗎 一波狂安士過來 烈光球 烈光球要保 烈光球有辦法保嗎 再炸一個漂亮的 喔哇喔 可以可以可以 這烈光球每一下都是相當結實啊 但是真的沒辦法了 經濟實在太差了 很窮啊 很窮啊 即使他打出了非常漂亮的戰損 但 但 無力回天了 弓兵要死了嗎 嗚哇 人沒了 喔 這個狂戰士6的不錯 這狂戰士6的不錯 這個也是對Solar家裡造成 造成了一點傷害喔 死了七隻龍 但是 小柳已經沒了 小柳這邊是要All-in了 這個完全沒收入了 窮到不行 剩下十七龍 小柳就是這波了 看有沒有機會 烈光球只有一顆 雙方差了70人口 好 這邊狗包上來 欸 烈光球沒有炸出來死去 然後這邊小柳打出GG 我們恭喜這個Solar 拿下第一分 好 第二場 好 第二場 這個小柳對上Solar的第二戰 那地圖右上紅色紅色神族 是DPG戰隊的HERO 那地圖左下角藍色藍色蟲竹 收了 那這場的話小柳就有開場拉弓兵來卡喔 所以Solar這邊 中間他應該是下去的時候看到有弓兵 所以他直接把他的二基地開在三礦處 那這樣的話小柳等等很有可能會用一個 樹教室的開局 用教室去壓制喔 因為畢竟人家的二礦是開在那個比較遠的地方嘛 那這樣的話你的後蟲要支援就比較困難一點 好 這邊一樣是先 哦 Solar這邊打出了PP 然後HERO這邊打出圈圈 好 他們這邊要夠夠優喔 好 這邊BY要放了嗎 沒錢 在等錢 好 有錢了 好 這邊很棒 你看看 我們有這麼高級的 這樣子的話等等應該是會加速教室去 嘗試去抓工蟲來殺 那Solar這邊的流程也有改了一下 這邊工兵是 哦沒有沒有他沒有改 他這邊應該也是選擇先兩隻後蟲 我剛剛想說他那個工兵拉出去 對 有可能是想要先三礦 好 這邊是兩隻後蟲 出了四條狗 小肉這邊是加速兵營喔 等等教室應該是會往前走 下了VC 下VC的話 我覺得兩種可能 一種是 就是 升教室的 共振宣刃 加那個教室攻速 然後打一個4BG教室的一個壓制 再轉 其他東西 看要轉什麼 另外一種的話就是直接 放VR等等引刀 他如果等等 170的時候放VR 欸 可是我覺得他這個瓦斯量 不對 他這個瓦斯量應該是不是蠻財 所以 應該是 教室的可能性蠻高的 教室攻速的可能性 嗯 沒有下 難道真的是引刀 142氣 喔 教室攻速 哎呀 他沒有低先升啊 他那時候 他剛剛在控他的那個教室 沒有低先升那個攻速 我這樣等下攻速會晚 起碼10秒以上 哎呀 我覺得這個 這個 主要是他剛剛在控正面 然後家裡又被遛狗 對不對 忘了升攻速了 這樣子的話怕是他等等 你四隻教室配出去的時候 就那個timing 那個攻速還沒好 那就尷尬了 好這邊是救了自己的教室 就是 目前是補到 1 2 3 目前補到 4個兵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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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這樣的話就是教室4兵營 那看後續接什麼 看是要接引刀 呃 他這邊是沒有放VR的 所以我覺得接引刀 然後 好像有點機會喔 看他怎麼打 好 教室這邊刷了很多隻了 然後那個王蟲的位置看不到 所以這張圖很適合這樣打的 那個王蟲他放的那個位置 剛好是看不到這個出門的 好 但是 剛剛翼化蟲有出來看到一下 收了家裡已經是抱了很多的狗 要準備要抱這波 準備抱這波教室 這個時間點是沒有蟑螂的 那這邊順勢把3基地放了 但是 小柚這邊是沒有其他科技的喔 就只有教室 欸 不能 他剛飄出來就沒了 好 那個 小柚這邊是只給了一點壓力喔 往後走了 他讓那個Solar 他成功讓Solar抱了非常多的狗 真的是非常多 因為 這個Solar剛如果沒有抱這麼多狗的話 對 小柚如果是 打一波的話 這個Solar會直接暴斃的 好 這邊來一波大的喔 這個目標就是 看能不能飄到那個礦區裡面 卡著 讓狗的那個輸出面積變小 好 想要先殺一隻 後蟲 但後蟲沒死 要飄出去 飄出去 安全嗎 好 到礦後 但是這邊蟑螂出來 完了 這個基本上 應該是賺不到東西喔 三礦那邊不知道有沒有防守 三礦工兵先拉走了 殺了四農 呃 很不賺 我覺得這樣蠻不賺的 死了一點教室 殺了四農 然後讓 蟲竹拉了一點 拉了一下工兵 然後 把兵爆 那個 重組把兵爆成 把卵爆成冰嘛 所以殺 那個 神卓的經濟稍好一點點 呃 工兵數量多啦 不能說經濟比較好 但他的 工兵數量是比較多的 好這邊 教室一樣是 繼續給壓力 欸 取消 他家真的就只有教室耶 這邊 這樣子的話 等等有點怕 飛躺喔 而且如果是大量蟑螂的反打 也是蠻危險的 那SOLA這邊看起來 是沒有要反打的意思 他這邊是把 二本伸上去 然後 補農民 因為他看那個 神族的工兵 他的那個 教室的量也沒有變多啦 所以他知道說 這只給他壓力而已 所以SOLA趕快把他的經濟追回來 那SOLA工兵已經快要反超了 55隻比58 蟑螂速度 好小一弱這邊是 升了 他剛剛提速狂好像升好 提速狂跟閃追 提速狂升好 是他正在升閃追 一攻 然後科技其實算慢的 他只有一個VR在出不朽 然後放了VB 等等應該是要走立光球 欸欸 完了 失誤了 失誤了失誤了 唉 剛剛那個小一弱在控家裡啊 這個該怎麼講呢 剛剛小一弱在控家裡 他飄出去了 然後家裡被狗咬 所以他把畫面切回去 他的山礦的時候 他忘了他的教室飄出去了 或者是就是 這一瞬間他切回去 然後沒有發現教室旁邊 危機重重啊 完了 這波送掉的話 正面壓力有點大 這山礦或許是守不住的喔 即使我一個烈光球 有辦法嗎 他蟑螂是還沒有速度的 看 這邊可能沒有要等了 要直接上了嗎 好 這樣速度要好 山礦又有三個電池 好 先包一下 烈光球目前還沒有出來 烈光球出來了 烈光球 烈光球還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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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冷 啊 烈光球沒了 全村的希望 全村的希望 完了 製造全村希望的房子也沒了 欸 但是這個 哇 這個追戀有點多啊 這個要守住這波應該沒問題喔 這個 收了後續 有爆一點 有爆點冰 但是應該是打不贏的 這一波 不只是 唉唷 哇 哇 這個雜 哇 剛剛那個白死的在三四隻追戀吧 好 這波反推出去 我又 太冒進了 追戀數量沒有很多 這個跳過去打蟑螂 結果蟑螂看你 人沒有很多 直接跟反打 好 這件事把試況開了 雙方都是開 雙方都有試況 小優的試況剛開 這邊 因為沒有VR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處理光球 我看這個小優有沒有要把VR重新補起來 不過感覺他比較想要 看起來 噢哇 這教室又出事啦 這個教室又進來送一波了 然後推上面 推上面的話這邊有狗 好像可以撐一下 教室總共殺了四農 教室全收 噢 差一點 噢 差一點 Solar也是有點壓力的喔 他的兵在主框那邊要趕過去 不過還好這些重胎都是有連接到的 這邊要放嗎 放了會輸喔 這邊一定要守住的 小優的正面其實也沒有多猛 你知道嗎 殺這個正面 一隻哨兵 其實操作空間很小啦 就是 平A 靠火力 平A 然後同時自己的那個教室去打另外一邊雙線喔 完了完了完了 正面沒有立場 欸 這邊沒有立場 欸 這邊 有空到嗎 有空到嗎 喔 取消了 正面很危險 正面不休者要倒了 不休者 哎呀 正面也沒有人進 保存不了 哇 這些兵要送光了 太慘太慘了 而且下面的教室 下面教室沒有空喔 中間的教室也蠻危險的 中間的教室撞到對方的蟑螂 噢 趕快走 跑得掉嗎 對方的教室 強行飄進去 但是狗應該等 完了 又送一波教室 看這個烈光球能不能力攬狂攬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類似的話 哇 這個要找好時機炸 不然很難炸 一條狗 謝囉 一條狗加一隻蟑螂 第二個烈光球 有 噢 行 但是兵太少了 哎呀 剛剛那群教室好懷念啊 如果還活著的話 是不是能夠守住這波 再一個烈光球 噢 完了 霸包 這個烈光球霸包了 全村的希望 又再度 隱落了 欸 這個狂戰士怎麼沒有速度啊 我以為他升好了 狂戰士沒速度 好 往前跳 烈光球掉了 現在工兵被殺了31隻 奇怪是哪裡殺了 殺了31隻 應該是3 噢 剛剛可能有毒爆 剛剛看起來應該是有毒爆滾了3礦 然後4礦那邊的工兵是直接沒有跑 被殺光 差60人口 那現在Solar是5礦在運營啊 小朋友雖然有4礦 但他工兵只有53隻喔 所以大概就是3礦 3礦經濟 5礦經濟打3礦經濟 也沒有到5礦啦 4礦經濟 76弄 那這邊放了VT 要喝一點白球 還是要用閃電 其實打這個 毒爆應該是用閃電的 但是操作難度真的蠻高 看他是不是要用毒爆來 用閃電來電毒爆 我是覺得很難啊 直接合白球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直接合白球 不一定打得贏 因為他殺 經濟實在太劣勢 好 這邊是直接合白球 然後Solar這邊要打一個雙線 等等毒爆又要滾山礦 把部隊引到四礦這邊 毒爆進去 毒爆進去 哇 毒爆 好 炸了四九龍 酷酷臉了 這個直接酷酷臉 然後毒爆殺滾完工兵 要滾正面 啊 喔 這個超級電池 直接把烈光球給拿起來了 啊 工兵都沒了 34龍 剩20隻龍贏了 這個烈光球一直秀啊 對方的毒爆一直秀 Solar的兵一直往前補 哇 這78隻農民 結果沒有報錢啊 這個營運 Solar這個營運 是不是有點實力 這個噴卵很強欸 好 三隻蟑螂 完了 烈光球倒了 還有一顆 但是沒有其他隊友了 要放棄這塊嗎 最後的波紋 三隻蟑螂 GG 恭喜這邊收了 2比0 戰勝了小Hero 呃 這一場教室送太多了 這個小Hero的情侶花 好像送了三坡教室吧 每一坡都是大概有十隻教室的樣子 這樣送 如果說那三坡教室都沒有送掉的話 你想想看喔 剛剛正面如果多30隻教室 打不打得贏 好像能贏啊 雖然說不會真的有30隻教室啊 如果說那前面那幾隻教室都沒有送掉的話 那現在的話大概就是可能有十隻二十隻教室 然後搭配 追獵啊 然後加烈光球這種組合 就是不會像剛剛那個看起來這麼稀疏啊 有點可惜 那這個小Hero在152週的ESL公開賽 就止步四強啦 輸給SOLA 2比0 好 那今天的解說就到這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解說 歡迎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次見囉 И點鐘 為了解說 4 5 8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